这个亲在密法里它叫不死名点 我们身上有三个名点 一个是你不死的名点 一个是来自父亲的白名点 一个是来自母亲的红名点 母亲的红名点在女的肚子里面 父亲的白名点变成你的智慧在你的大脑里面 然后你自己聚生聚来 你原本是佛原本是圣 原本是那个不死的如来 不生不灭不够不尽的如来 那个叫不死名点 人死是父名点和母名点 会合在不死名点里面死去的 当不死名点带着父名点母名点 这个离开你的肉体的时候 人就死亡了 死亡了你不死 人死肉体死 肉体火化肉体埋葬 你的灵又不死 叫没完没了 你不要以为人死了就没事了 有的人威胁我 老师我这辈子不修炼了 我就笑嘻嘻地问他 我说你不修炼了你去干嘛 他说我做凡夫啊 修炼人多辛苦啊 我说那你死了咱们 他说谁呢谁又不死呢 我说对啊谁又不死呢 聪明人活着为死安排 糊涂虫才活着 不会死安排 我说你就是个糊涂虫 你现在不修炼 那不就不安排了吗 说连蚂蚁 我们看蚂蚁 炕着个馒头渣满劲跑 多没趣啊 那个蜜蜂嗡嗡嗡嗡地去采蜜 他忙碌地要死要活的 弄了一点花蜜 觉得特有收获 特满足 那有什么意思啊 人类看他有什么意思啊 他们又为什么活着呢 哦你明白 他们是为了族群升华 他希望也像人类一样的 这样有一个狭满的人生 能够去修炼 能够出六道轮回 所以是这个 我们出六道轮回 不做天人 不做阿修罗 不做人 不做畜生 不做恶鬼 不做地狱的鬼 这是我们活着的终极目的 是升华自己的灵魂 死的时候 出六道轮回 获得永远的快乐 获得真正的永生 不死 没有痛苦 永远的快乐 叫极乐世界 叫净土世界 干干净净的世界 我们回到新加坡 就觉得新加坡 真的是极乐世界 干干净净的 为什么 我从尼泊尔回来的 整天的昏天黑地的 满面尘埃 鼻子孔着呢 出去一分钟 里面全是沙子 嘴巴不敢张 一张里面全是沙子 全是 他呢是污浊世界 我们这是净土世界 但是我看是反的 为什么 我们这边表面净土 实际上内心肮脏 内心充满了贪 嗔 痴 疑 慢 因不二人 人从小的时候 我跟他们当地人了解 从小的时候 在幼儿园 在小学 在中学 在大学 都要学 印度教 学佛教 两种宗教 他必须都同时学 所以你会感觉 那里的人特别的淳朴 心特别的宁静 虽然在那种 沉土的环境中 但是他们 安然 坦然 你跟他们交往的时候 他可以把心给你 真的把心给你 真的把你当家人 真的把你当朋友 我们呢 我们活在表面干净的世界 内心里都是打着 哗啦哗啦哗啦 自己的小散盘 唯我独尊 为我是从 为自己的利益 是夺 这就是不干净的世界 心里不干净 外面再干净没用 借着清明节 我们外面干净 里面也要干净 这是我们清明节 法会 聚集大家一起来 主打善人聚会一处 做一场殊胜的法会的原因 不是让大家来凑热闹 是洗洗你的心肝脾身肺 洗洗你的灵魂 人家庄子说 早遇而精神 就是给你的精神洗个澡 你们不要整天的只给入体洗澡 你们能不能给自己的灵魂 给自己的精神 也洗个澡呢 叫早遇而 而是你的意思 精神 所以我们今天利用法会呢 我们一起给自己的灵魂 进化一下 给自己的心灵 进化一下 那么用真诚的 忏悔自己的业障 发露自己的业障 借助诸佛菩萨的力量 诸圣者的力量 借助他们的光 他们的大光 来净化我们的灵魂 净化心灵